欢迎收看八字实战讲座 今天的流月我们讲一个 一个预测实战人员一个技巧 有时候你要给别人吹散极凶 你是不要告诉他在哪个月是击 哪个月是凶 怎么去找呢 我们今天就讲一讲 看怎么去找这个月特别好特别坏的月 其实那个方法就是 特别好是你就找用神 特别差你就找寄神 用神寄神那么多 不可能全找吧 对 我们要么找最大的用神寄神 要么找分直的那种关系 用神寄神 最大的寄神 那么找分直的那种寄神 好 我们按照联则来找一找这个人 前面已经断了 他那个 庚子大运 鬼四年 丁四月 丁四月是出事 好 我为什么看只断丁四月 看一看 原来是根生鬼水 七杀被生大凶是吧 七杀直接来克制元 他的那个最凶的组合 就是鬼水冲丁火 不管是丁火或者鬼水 只要出现一个的话就大凶 今年月份尼王安排 贾尹 以毛 丙成丁四 到四月份出现第一个丁了 是吧 第一个丁了 原来这紫水克四火是凶的 不然紫水或者四火 如果出现一个是不是也是凶 到四月份这个也出现了 大家发现了吧 在四月份是同时出现的最凶的 所以说是不是这个要出事 就是这个方法 那如果我们要推 推他以前好的时候 发财的时候 我们找哪一年呢 我们不找以前 我们找今年 今年那个看一下 这个方法 打算购买 嗯好的 跟冲着甲是不是凶啊 子五相冲其实也够好 那今天运气也不咋地 丙丁出现的时候是最好的 为什么 木生火火刻丁吧 银帽出现的时候最好的 因为木生火是吧 水生木木生火是吧 四五出现的时候也也不错 五出现不行 五出现直接相冲 四出现的时候 子水克丝火 我不好 正好是真有二元凉用 所以说真约2月份运行最好 真约2月份运行 再看看是不是碰巧 就是真约2月份 所以说今年它最好就是真约2月份运行 过年就走好运了 还有人帮是吧 有项目 有资金是吧 像这个我们看看 这就是110年的4月份 或者已月份最凶 就是真月份或者4月份最凶 因为它分值 要么就丁月要么就更远 因为时辰客观分值是吧 就这么早期了 好了今天开始讲这里吧 感谢观看